草屯中庄福德池为了回馈广大姓众以及地方乡亲 举办亲子拔萝卜的活动 民众西家带卷参与相当的热烈 五分多地的萝卜不到40分钟就全树彩光光 主委表示明年将再扩大举办 让更多的民众一起来同乐 大家齐心低舌头在田里摸索 草屯中庄福德池开放五公顷的萝卜亭 让民众免费拔萝卜 很多民众都带着孩子体验拔萝卜的乐趣 很多人一到小就来 扛着一大袋的奖励品回家 除了主堂位 还可以制作萝卜糕及萝卜干等好吃的料理 我们中庄福德池去新廟 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这里的地方和大家来一个亲厨活动 已经办八年了 真正亲年由我自己来 来亚荒 靠河 到那里大家猪鼻一下 今年这帮我们 中庄福德池 管理府安会 大家来 共同 大家合作 来亚荒 这里 新娘家 到这里 乡亲 亲自把罗坡活动已经举办八年了 早上八点不到 就涌进大批民众拿着袋子 有备而来 八大大小都看运气 反而增添得去 现场充满着欢乐气氛 好玩啊 因为可以宅一些回去当做菜桃柜啊 菜桃用处很多啦 吃起来真的很可口啦 然后就是做菜桃柜 还有煮汤啊 煮排骨汤啊 都很好吃 很舒服啊 很快乐啊 看大家这样 在这场就知道 看着很舒服啊 就让小孩子接受大自然啊 这个就自己吃一些啊 然后可能也分给朋友一些这样分享这样子 很有趣啊 感觉上就是自己接触大自然 然后自己拔这些菜 觉得很有收获 成就感这样子 先员 简石盛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并表示 秋冬季节是萝卜最好的生长期 亲食共同参与 又能增加情感 进而促进食农教育 拔萝卜也象征拔的好彩头 在地这些基民 可以参与 拔萝卜这项活动 这非常非常好 带到地方融洽和融洽 邀请到我们地方收的人 来这里拔萝卜 刚才非常非常多的人 非常欢迎 带到小朋友 家里的人都出来 拔萝卜这项活动 我真的特别感谢 我们简主委 在我们八年前 近前由我们简主委 他个人 种这么多菜头 他的餐来摆菜头 让大家来摆菜头 这项活动 我也希望 拔萝卜能够得到一个好彩头 让我们大家过一个很好的年 看到民众对于拔萝卜的热情无限 草存中庄福德市主委 浅昌员表示 明年将会继续种 也会免费给民众拔萝卜 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体验 天眼值得 为新的一年拔的好彩头 记者 蔡世奇草屯采访报道